第0203章 找个妖精 楚风回到顺天 看着宽阔的街道 一座座高楼 在回想这段日子的经历 他略微出神 大多数时间都在野外 在昆仑山脚下 涂掉一头通体赤红的西方龙 在奥林匹斯山跟宙斯乌金藤战斗 这宛若一场梦幻 很不真实 眼前红尘气滚滚 充满生活气息 可他有半数时间都远离这些 如同生活在远古洪荒大山间 跟各种凶情猛兽在一起并战斗 他摇了摇头 每一次从外边回来 他都有种时空错位的感觉 判断哪边才更真实 当楚风回家时 王静 楚志远正好开门 看到他先是一阵 而后惊喜 让你三天内回来 这都过去多少天了 王静揪住他的耳朵 带着笑 但很快眼圈又红了 妈 撒手 我不是回来了吗 外边王急食材太多 我忍不住想多吃点 所有耽误了两天 楚风尽量以轻松的语气说道 他知道父母这段日子非常心焦 尤其是听到他死讯的那些日子 简直如同在对面世界末日般 最近 昆仑山大战都被直播了 两人肯定看到他跟赤灵激战的场面 怎么可能不心惊肉跳 那可是一头传说中的龙 想到他平日经常遇到这种事 这两人心中自然无法安宁 在他不在的日子里 肯定时常提心吊胆 不久后 一家人就欢天喜地了 楚风回来后 两人彻底安心 都是乐天派 忘记了这段日子的担惊受怕 妈 我给你带回来了好东西 看 龙骨手串 常年佩戴 活络筋骨血脉 刺激细胞在生长 这东西价值连城 我选的可是最精华的额骨部位 效果奇佳 楚风拿出一串白银银的手串 像是极品羊质子料穿起来的 带着银润的光泽 而且 它还弥漫着浓郁而蓬勃的生机 有那么好吗 王静不太相信 放心 比我说的效果还好 你知道菩提基因 天神生物中的几位重要女眷 想要这种手串 托人像昆仑那边开了多么高的价格吗 多少 出的价钱 足以能买下几栋楼 赶紧这条 手串卖给他们 王静立刻说道 可是 这手串能美容啊 常年佩戴 刺激细胞活性在生长 保持青春都没问题 当听到楚风这么说后 王静果断戴在自己的手腕上 以无比坚决于肯定的语气说道 这串 他们就甭想了 楚风顿时乐了 而后他又递给楚智元 两块赤红金银的阵纸 神秘兮兮地说道 爸 这是龙角磨成的 蕴含着磅礴的活性与阳刚之气 你平时喜欢看书 拿这个当阵纸放在书房中 保你天天精力充沛 每天都如同18岁的热血少年 你这小子 有你这样跟自己老爸说话的吗 楚智元笑着瞪他 但还是小心翼翼的 结果龙角阵纸 楚风黑黑笑道 放心 这东西不怕摔 结实着呢 是龙角中的最珍贵的部位 您没事拿它当锤子用都没问题 保证比那些铁锤结实 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吃饭时 楚智元很高兴 特意取出一瓶 存了有些年份的茅台 让楚风跟他一块喝 王静看到楚风 从硕大的包裹中 向外拿东西 其中有食物一样的肉干 道 这是什么 黑乎乎的 能吃吗 楚风笑道 这是龙肉干 还有驴肉干 都是以王籍生物的 鲜嫩肉质做成的 您没听说过吗 天上龙肉 现在这两样都齐了 如果不是因为担心鲜肉容易变质 我肯定会扛回来百八十斤 现在只能吃肉干了 不久后 王静跟楚智元连连赞叹 好吃 纷纷开动 再也不嫌弃那麦香 楚风严重怀疑 自己这吃货特质 就是被他们这样熏陶出来的 都吃得差不多了 王静像是才想起来 道 这是王籍生物的肉质 我们能吃吗 能吃 别听路通那老片子忽悠 以前不让我们吃苍狼王的血肉 其实是因为他舍不得 都拿去给实验室做实验了 楚风为他们解释 在强大的生物被击杀后 神秘能量也会见消散 那血肉终究能被烤熟 且也会腐烂 当然 这种肉质 的确蕴含着 对人体极其有益的物质 再说了 这龙肉都处理过 做熟前 都被我们用能量进化过 楚风笑着补充 咦 还真邪火 我感觉身上冒出一股热流 像是有用不完的力量 这会不会大补过头啊 我现在的精力太充沛了 楚志远说道 确实有效果 回头赶紧给路通那老头 送去一些 他人真的不错 你消失那几天 他几乎每天都会过来 对了 还有大耳朵欧阳亲他们 王靖叮嘱 放心 早给他们准备好了 楚风笑道 吃过晚饭 一家三口边看电视边闲聊 最后说到正事 这一次 你自己不去找女朋友 就必须去相亲 早点成家 王靖提到这件事 我还小啊 才二十几岁 会让人笑话的 楚风脸皮很厚的妆嫩 还小 跟你爸还有我同龄的人 都抱孙子 王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 压制楚风 那是你和我爸晚婚晚育 导致我出生的较晚 怎么到我这里 就要提早了 楚风不满意 楚志远开口 主要是你妈在害怕 你如果从此以后不再出去 就待在这座城市 她肯定不催 现在说不准你哪天 又要去屠龙 杀虎 她能不担惊受怕吗 万一你有个意外 她怎么办 你得理解你妈的苦衷 这一次 她坚决站在王靖这一边 王靖更是在邓楚风 道 你这小子越来能耐了是吧 屠龙就也罢了 还带着跟那个叫卡特的记者 去为你们拍摄 攻打奥林匹斯山的经过 这么无法无天 过几天 你是不是要去东海抓蛟龙 去南天门捉神仙 楚风心虚 她还真跟黄牛 大黑牛他们有约 时机合适时要出海 去找那株扶桑神术 两人一顿数落 压制的楚风没脾气 最后 她站起身来 行 我先去问个人 看人家愿不愿意 实在不行 这次就去相亲 快去 两人催促 楚风忽然觉得 回到家中 虽然被管制 但也很温馨 仔细想一想 其他人家里应该也差不多 只是 她时常出没在昆仑 奥林匹斯山等洪荒大山中 经常大战 心有点野了 暂时收不回来 有一天 我会不会离开这片世界 她在自己的房间自语 这是她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或许给她考虑的时间不会很多了 她从黄牛那里了解到很多事 这片土地很特殊 但黄牛在这里寻到成圣座祖的契机后 终有一天会离开的 按照黄牛所说 外面的世界太精彩 大势臣服 皇朝灵力 圣地神秘 一片又一片璀璨的星空 一个又一个宏大的世界 在那些地方天骄争霸 神女斗艳 有太多的绚烂 可谓多姿多彩 楚风承认 她仅从黄牛那里得兮 一灵半爪 就被诱惑得怦然心动 真正的欲外 那些无穷的世界 究竟会怎样绚丽 她很想有朝一日 去亲自看一看 最起码 她喝醉时曾答应过黄牛 如果有一天黄牛离去 她也会在合适的时期 沿着她的足迹去找她 见识一下 那片古老辉煌的超凡大世界 所以 她想在现阶段 在这边尽可能地 让父母开心 尽足笑道 满足他们的愿望 楚风想了想 在通讯器名单中寻找 最后目光定格在 林诺依的名字上 她摸了摸下巴 自语道 就说我脸皮非常厚 可这样 拨打过去 再次被拒绝的话 还是很丢人的 最终 她拨通了林诺依的通讯器 说到底 两人间有过一段 不算交往的交往 最为熟悉 也较为有感觉 很快 林诺依接通了 问她 是否回家了 楚风告知 刚吃完团圆饭 正在被两位 无上大能压迫呢 明日要压着她去相亲 现在求助她来了 林诺依略为一顿 笑话楚风 堂堂楚魔王 还被人逼着相亲 可以上新闻头条了 楚风轻轻一叹 对于这位前女友 早就死心了 但最后还是没忍住 啊 你就不考虑一下 明天过来帮我 应付这场浩劫 别幸灾乐祸好不好 林诺依摇头 告知来不了顺天 你真不来 我那我就只能 顺应天一应节了 明天去相亲 楚风说道 如果能找到 一个喜欢的姑娘 早点结婚 早点幸福 最后 林诺依不再笑 凭劲认真的说道 好吧 楚风挂断通讯器 随后她跑到客厅 豪迈开口 道 妈 明天去相亲 儿子 想通了 放心 妈可不会逼你 只是先见面了解而已 慢慢找一个合适的 这种事迹不来 王静反而不好意思了 没事 说不定就一见钟情了呢 万一遇上一个 清城清国的妖精 那就让他收了我吧 楚风说道 你这小子 从小就没正行 王静瞪他 道 关键是看心得好不好 绝不能看外表 那是自然 肯定要找一个 心地好的妖精啊 第0204章 又一次相亲 一大清早楚风 就爬起来了 习惯成自然 因着红彤彤的 太阳运转呼吸法 这成为他必修的功课 不久后 他神清气爽 通体浮现诸多神秘纹路 跟太阳火精一个颜色 金灿灿 并且热轰轰 让楚风舒服得响哼哼 接着他又动用 大雷音呼吸法 动静有些大 肉身如雷 发出熔熔声 血肉共振 绽放刺目的光 不知道喜马拉雅山的 古叉中 是否真的有完整的 大雷音呼吸法 楚风琢磨 很快 他就结束了走客 现在 他足够的强大 舍劳喇嘛 敖王等人外 其他证断六道枷锁以下的生灵 都不是他的对手 掌握有神秘呼吸法 对他的体质进化 有极大的好处 吃过早饭后 楚风发现 王静已经开始着手 安排相亲事宜 顿时头大 立刻起身赶往玉须宫 见完陆老头后 赶紧回家 别耽搬正事 王静在后面提醒 玉须宫内 当那些人看到楚风到来后 一个个眼神火热 像是看到刚出土的国宝似的 全都围了上来 楚神 好久未见 你终于回来了 这些日子 我们一直在念叨你 特别是通过直播 看你在昆仑山脚下屠龙 全都激动坏了 楚神 有人说 整出美食排行榜的猛人就是你 真的假的 一群人围住楚风 都想从他口里 得到确切答案 同时 还有很多其他问题 比如 龙肉什么味道 对此 楚风直接分发给他们一袋龙肉干 惹出一片惊呼声 一群人全都赞叹美味 这就是龙肉 天哪 我竟然吃过龙了 楚神 范蒂冈是不是被你推平的 一群人狂轰滥炸 让楚风落荒而逃 冲进路通的办公室 老头子早就发现他来了 正等他呢 现在路通也不能平静 看着楚风 眼神活辣辣 道 有没有带回来一些龙血 龙血没有 龙肉倒是带回来不少 诺 给你 楚风扔给他一个大包裹 真带回来了 路通振奋 用力握紧拳头 道 意义重大 可是 当他打开包裹 看到这么一堆黑乎乎的肉干后 脸色顿时垮了 美好气地 瞪着对面那个小子 你要是嫌弃的话 我送别人去 楚风想收走 半个钟后 路通的办公室 飘出酒香 他从开始时黑着脸 瞪着楚风 到最后尝了一口龙肉干 结果一下子吃上瘾了 干脆拿出一瓶百年陈酿 让楚风跟他一起小饮 楚风眼睛都直了 那酒坛子 满是岁月气息 路通也太奢侈了 随便打开柜子 都是这种老叫真品 你太腐败了 什么腐败 沾你光而已 这都是送你的 我打算先帮你消灭一点 路通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 啥情况 楚风狐疑 摸不着头脑 还不是那些大财法 得心你要回顺天 现在跟文道写的鲨鱼似的 一窝蜂全冲过来了 找不到你 便堵在玉须宫 让这里礼物堆积如山 路通告知 楚风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死而复生 击杀正断五道枷锁的龙族 并参与西征等 让各大势力都坐不住了 在他还没有回来前 先后找上路通 想通过他跟楚风约见 极力拉拢 路通带楚风去看了看 好几个房间都满了 全是礼品 让人眼花缭乱 我身在玉须宫 没打算投靠他们 楚风说道 并不一定非要让你过去加入他们 只是希望拉近关系 他们这是在示好呢 路通说道 这些礼品从美酒到全晶 再到兵器等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 可是楚风翻了翻 并没有自己特别需要的东西 所谓的全晶都是残晶 玉须宫中有类似的收藏 比如那行义拳 礼品中送的拳谱上 只有行义十二行中的虎行 楚风早炼成了 拳金太珍贵 真有完整无敌的秘籍的话 各大势力肯定不会泄露出来 就这些 楚风问道 还有几个美女 我以为是送礼物的 但看样子 好像自己也要留下 让我赶走了 路通说道 老头 我要跟你绝交 路通听到后 瞠目结舌 道 你脸皮得有多厚啊 这种礼物也敢要 两人边喝小酒边聊 你居然敢和平叫停 欧洲各国都抗议了 觉得你太危险 路通告知 那不是我做的 楚风一口否认 路通鄙视 你就装吧 在我面前还假正经 外界都一致认为是你做的 这种事不需要什么证据 猜出就足够了 当然 虽然都猜测是他做的 但也没有人敢对他怎样 尤其是东方很多人 则拍手称快 你小子太邪性了 一个人而已 居然闹出那么大的风波 对了 你那美食排行榜还更新吗 吃了你的龙肉干后 我强烈建议 龙肉为第一美食 路通说道 那也不是我做的 装 你接着装 路通鄙视 各大财阀之所以 向楚风生橄榄枝 就是因为 猜测出他做出一系列大事件 实力过于恐怖 楚风离开玉须宫时 带着少许酒气 他想去外面转一转 结果稍微向外 看了一眼 便彻底没敢冒头 居然有不少人 等在玉须宫外 看样子是个大势力的人 都在这里盯着呢 时刻注意他是否回来了 想要拉拢 楚风悄然退回 跑到路通那里 将百年陈酿抱走一半 直接回后面的家属区 爸 我给你带回来一些好酒 王金告诉楚风 今天晚上就可以去相亲 妈 不能随便相亲 怎么说 我也杀出一定的凶名 一眼就能被人认出 要是有居心叵测的人 故意接近怎么办 楚风尽量将事情 说得严重一些 还有你说 我早想到了 我已经委托一家猎头公司帮忙 而且 到时候你先别急着出现 楚风听得目瞪口呆 响得轻而已 还找猎头公司 专业完全不对口 人家哪管这个 同时 他很想喊出 谁着急啊 我压根就不急 放心 人家答应保证靠谱 王静说道 我觉得不靠谱 坚决反对 楚风120个不乐意 他可不想以后传出去 被人笑话 那好吧 我再重新联系 找那些专门组织相亲的公司 傍晚时 王静喊道 小风 出发 怎么这么快 楚风真的服气了 他老妈也太雷厉风行了 这么快就联系好 给他报名参加一个相亲会 我跟你说 这次都是精英美女俊男 号称钻石级相亲会 如果不是我的 一个好姐妹 认识那里的负责人 根本就报名不进去 按照王静所说 这是一次精英相亲会 不是钻石王老五 就是美女高管 或者学霸等 楚风听得眼皮直跳 越听越不靠谱 还有这样的相亲会 王静告知详情 道 我了解过 很不错 你们年轻人都喜欢 到时候戴着面具聊天 不宜长相论真情 保留神秘感 最后真谈得来 才会揭开面具 互相选择 天色微黑 楚风他们赶到 魔云大厦29层 早已提前戴好面具 准备进场 还是我想得周到吧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 别人认出你了 这个相亲会 简直就是为你准备的 王静笑道 哟 真自信啊 为你们准备的专场相亲 自恋 欠 后面 一个带着女王面具的女子走来 正好听到王静后面的那句话 非常不屑 看不到她的容貌 不过眼睛确实很漂亮 人也很高 身材极佳 踩着高跟鞋 先一步进去了 小风 我跟你说 这样的女人千万不能找 王静叮嘱 她无法进去了 得到另外一个休息室去等 哪知那女人听到了 鸟鸟挪挪走了回来 看着楚风奄然一笑 大眼眨动 道 帅哥哥 我们一起进去吧 好好聊一聊 好啊 楚风跟他一起向李走 我说你这小子 王静在后面气得想用手指 戳楚风后脑勺 妈 放心 你在外等我吧 楚风直接远去 我放心才怪 王静真想追进去 这小子太经不起诱惑了 事实上 这个女人跟楚风走了一段 离开王静的视线后 就说了声抱歉 要静止离去 然而 让他诧异的是 楚风只是点了点头 都没有关注他 顿时让他颇为不满 也有些好奇 楚风盯着远处一道美丽的背影 露出疑惑之色 男男道 不会吧 正断六道枷锁的绝世强者 也跑这里来相亲 他略微迟疑 向前走去 想看个究竟 他有些怀疑自己可能看错了 场地很大 他走进去后 并没有发现那个女人 早已不见踪影 应该不是他 楚风仔细想了想 觉得那道美丽的背影 缺少那种强大气场 卢世月 你少吃点 来这里是相亲 不是让你吃东西来了 一个很高大的男子 戴着面具 看着不远处 一个白衣白袜 非常出尘的女子 哥 是你来相亲好不好 我只是陪你过来 白衣女子说道 自顾在那里吃食物 你就是贪吃 上次在太行山 乱吃别人的羊肉串 结果 白虎 不许你再说 不然我跟你接 那女子不再叫哥了 有些气急败坏 魔云大厦一楼 一名身材修长 恶魔的女子 很不情愿地戴上面具 进入电梯 洛神 这次又不是真正的相亲 有什么好抗拒的 只是看你闲着无聊 带你来这里凑热闹 听说很好玩 希望吧 千万不要误去 第0205章 女王 楚风在这里左转右转 心不在焉 这要是传出去 堂堂正断四道枷锁的超级王者 刚大闹西方 并推平教廷神城的楚魔王 偷偷摸摸来相亲 那乐子可就大了 上一次跟夏千语相亲 就闹出很大的动静 都过去很长时间了 还时常被熟人调侃 现在就更不同了 真要是在这里遇到一个熟人 而后一嚷嚷 堂堂的屠龙者刚熄征归来 便参加相亲会 那还不得惊掉无数下巴 应该没有熟人会来这里 楚风自语 他觉得没那么倒霉 渐渐安心 拿着餐盘开始挑食物吃 显然 他猜错了 最起码卢诗运在这里 只是他一时间没有仔细关注而已 就在另一边 此外 姜洛神也来了 绝对算是熟识 真要看到他 两人肯定得大眼瞪小眼 姜洛神容貌无可挑剔 称得上清城清国 要不然也不会有国民女神之称 此时 他戴上一张白胡面具 将自身衬托得更加妖媚 一双眼睛水灵灵 四处飘 陪着他的女子不是下千语 而是他的小姨 两人还没有进去 正站在门口 姜洛神觉得有些古怪 这位小姨平日可没这么热心 今天竟主动陪他出来风玩 尤其是参加这次的 所谓的蒙面相亲会 真是为了好玩那么简单 姜洛神怀疑 该不会是家人 真要给他物色什么目标难吧 洛神 你自己进去吧 小姨刚订婚没多久 这样进去有点不合适 还是在外面等你吧 姜洛神的小姨笑着说道 他的确是带着目的信而来 菩提基因这个庞然大物 消息异常灵通 提前得知一则重要消息 又针对性地进行了这种安排 由姜洛神的小姨负责 不行 小姨你带我来的 必须跟我一块进去 不过得先等一等 我和谦语通话了 她一会儿也会过来 姜洛神说道 他的小姨顿时无语 还要带一个脱油瓶 不久后下谦语来了 带着一张可爱的萝莉面具 愈发显得青春蓬勃有活力 见面就取笑姜洛神 洛神你可真是太有意思了 急着出嫁嘛 居然来香气 姜洛神听听玉丽 以美目邪逆他 相当的镇定 带着笑容 红唇鲜艳性感 道 你也不来了吗 走 随真进去雪南飞 看一看 有没有可入法眼的 她说吧 背负着双手 如同风流倜傥的公子哥似的 巷里潇洒地走去 好嘞 女皇请 夏千语嬉笑 最后更是小声咕弄道 这次可千万不要再倒霉地 遇上那个家伙 这个相亲会有些另类 出示近乎晚宴形势 后面还有各种互动环节 场地很开阔 足够这些单身男女自由交流 华贵的水晶吊灯下 红色的地毯 掺杂着金线 勾勒出精美的图案 带着喜庆的色彩 一簇簇年轻男女 有说有笑 相亲会现场气氛 很浓 像楚风这样 一点也不积极主动的也有一些 比如 远处一个角落里一个 带着白虎面具的高大男子 正手吃酒杯发呆 在他不远处 一个白衣女子 则在优雅地消灭食物 楚风自顾选了一张无人的台面 一边吃东西 一边打量周围的人 由于都戴着面具 彼此间看不到真容 如果真想以貌取人的话 那也只能观察眼睛与身材 从直观感受来说 来这里相亲的男女质量超高 有的男人虽然形象不佳 但气场十足 谈吐不凡 也很有女人缘 倒是有自视 还算英俊的年轻男子 过于张扬 反被鄙视 还不如旁边一位成熟稳重的 中年大叔受欢迎 漂亮的女人真不算少 虽然被面具遮挡着面孔 但是超好的身材假不了 再加上象牙般的肌肤 确实赏心悦目 帅哥哥 一个人坐呀 那个在门口相遇 带着女王面具的女子转了一圈 曾被不少人围绕 但最后又回来了 发现楚风 这是不是在等你吗 楚风随口答道 不触这种阵仗 相当的厚脸皮 带着女王面具的漂亮女子 没有想到 这个独自坐在角落里 吃食物的闷葫芦 居然有点油滑 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他还想逗一逗这个家伙呢 谁叫这家人那么自恋 还说什么是他的专场相亲会 现在他有点不确定要不要沾惹了 你没吃晚饭吗 漂亮女子看他还在享用食物 都没有停下的意思 便忍不住暗示与提醒了一下 这是什么场合 没吃 有点呃 楚风表情相当的自然 没什么不好意思 并且示意他也来点 可以边吃边聊 漂亮女子醋眉 邪腻他眼 一个很儒雅的男子走来 表现得体 带着笑 风度翩翩的请 带着女王面具的漂亮女子 去跳一支舞 好啊 他直接起身 大眼瞟向楚风 发现他竟然无动于衷 直接留给他一个大大的白眼 我怎么好像 又看到那女人了 楚风注视远方 匆匆一瞥 那女人一袭黑色长裙 消失在人群中 他没有过去 更没有释放精神力去探究 真要是一个正端六道枷锁的绝世强者 他最好还是静观其变 自然一些比较好 虽然楚风非常不主动 安静地坐在一旁 但却也引起个别人的注意 这么淡定 不去把握机会 在一些人看来 或许是底气十足的表现 时间不长 便有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子过来 大眼睛扑闪 带着笑意 跟楚风打招呼 更是自然地坐了下来 楚风已经解决完实物 带着笑跟他聊了起来 气氛还算融洽 只是在谈到日常之事时 楚风发现自己的回应 与这柔和与暧昧的气氛 有些格格不入 让他自己都觉得不应景 哦 你毕业后一直都没有工作 这样不上镜可不好 英雄不问出处 男人可以七点低 但真的不能没有斗志 你很让人失望 娇小玲玲的女子起身 礼貌地跟他说了声失陪 而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只是偶尔在远处看他一眼 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 的确没有工作 不想骗人 结果被嫌弃了 楚风嘴里咕弄 心中反而轻松下来 他心不在焉 站起身来 也不能总是这样坐着 哪怕是为了完成任务 也得去走动一下 这里美女成群 他边走边看 的确觉得赏心悦目 与陶冶情操 总之看着舒服 当然 如果让他妈知道 他这么经不起诱惑 肯定要好好教育他一顿不可 免不了狠狠地数落 楚风看到一个大长腿美女 这次相当地主动 过去邀请人家跳了一支舞 还算幸运 没有被拒绝 最起码 在他前面的那几位男士 都被长腿美女 很客气地婉拒了 主要是他站起身来后 光看着身条还算阴挺 帅气 皮肤也白皙晶莹 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虽然相亲最终要看 内心是否合拍 但在这最初阶段 外表加分也很重要 长腿美女问楚风 平日主要在顺天工作吗 这又让楚风纠结了 怎么回答才好 看他一阵迟疑 长腿美女倒也善解人意 道 你来自其他城市 不是 就是本地人 但有大半时间都不在家 一直在外面跑 楚风很诚实地回应 哦 那你 主要在哪些地方 介绍一下 我平日工作不忙时 也喜欢旅游 四处走走 长腿美女 笑容灿烂 现在一类不再暴动 较为安宁了 最起码不再大规模 攻击人类7居地 人们已经渐渐适应如今的生活 我经常去的地方有些偏僻 也有些原始 不过真的很壮美 雄伟的大山高耸入云 银铺垂落千丈 巨瘦咆哮 数十米长的疫情横空 在楚风还没说完时 长腿美女就开始翻白眼了 这人说话太美谱 不着调 我平时除了喜欢美容 还喜欢运动健身 比如骑马 打网球 你呢 长腿美女相当直接地试探 言语略带傲气 楚风看她像得骄傲的小孔雀似的 心中的纠结与愧疚 直接就没有了 很自然地说道 我喜欢美食 比如烧烤地龙 清蒸白熊 我也喜欢运动 其在猛兽身上 在山林中狂奔 那种感觉很舒畅 自由 不受拘束 其实我一直想坐在一头秦王身上 周游世界各地 你什么工作 长腿美女皱眉问她 相当不满 还没有工作 楚风坦然相告 长腿美女瞪着她 甩开她的手 提前结束这支舞 留给她一个高傲的背影 直接走开 楚风没什么脾气 换位思考 要是她也得这么做 因为像她这样的相亲目标 太不靠谱了 说的这些都是什么呀 跟相亲气氛相冲 但她过的就是这种生活 现在瞒着 以后问题更多 她注定与普通人的 安逸生活轨迹 难有交集 接下来 在跟目标接触时 楚风的回应简单而粗暴 不再那么委婉与美化 比如 有人委婉地问她日常生活时 楚风直接飙悍地答道 在十万大山 空气清新 耳畔长半员体虎效应 结局早已注定 那魏力人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留给她一个后脑勺 我喜欢吃法师大餐 你呢 聊到吃的话题时 有一位立发女子 笑盈盈地问道 龙肉味道最鲜美 黄金狮子肉也算真摇 熊肉马马乎乎 楚风说道 这顿时冷场 立发美女咬牙 提起包 踩着高跟鞋 蹬蹬蹬而去 就这样 楚风已实话 来了一次暴力清场 周围再无女子靠近 让旁边几位 全程目睹经过的男士 都目瞪口呆 兄弟 实力雄厚啊 那样的美女 你都一个个打发走 言辞拒绝 佩服 眼光真高 哥 你在那高就啊 太淡定了 接连拒绝 那几位大美女 兄弟我都替你解 太可惜了 你该不会是 对那位女王 志在必得吧 女人都被楚风的 彪悍作风惊跑了 倒是旁边的几位男士 越发好奇 凑了过来 什么女王 楚风不解 诺 那边 一席黑色 拖地长裙的冷艳女王 一大群自认为 惊艳老道的成功男士 凑上前去都碰钉子了 至今他都没有 对一个人笑过 更没有与人交谈过一句 又见到了那道熟悉的背影 他醋眉 越看越像 他没有妄动精神探查 没有轻举妄动 但那女子已经有所感应 转过身躯 向这边走来 虽然戴着面具 但还是非常惊艳 他身材绝佳 雪白的肌肤 在一袭黑衣裙的衬托下 越发显得晶莹 黑发披散 柳眉凤木 整个人非常的冷艳 鸟挪而来 咦 他过来了 刚才还在介绍 黑衣女王的男士 略有激动 楚风一阵头大 他确定 这就是那位存在 正断六道枷锁的绝世强者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参加乡庆 如同冷艳女王般的 黑裙女子 发丝飘舞 恶挪挺秀 已经到了镜前 围绕着楚风转了一圈 这让周围不少人侧目 尤其是男士更是吃惊 他们这些人都被拒绝了 而现在黑衣女王 居然主动来接近 一位年轻男子 一些女人也回头 诧异地看着那里 尤其是刚才跟楚风 接触过的几名美女 都露出一色 他们有些怀疑 难道这家伙真是非凡人物 刚才是故意轻狂 显得不靠谱 第0206章 泪流满面的相亲 附近的人都惊讶 不经侧目 这个结果 出乎他们的预料 黑裙女子十分高挑 足有175公分以上 如一珠神连摇曳 修长而柔美 站在这里非常出众 有不少男士都没有踏高 他一头乌黑的长发 光滑而柔顺 凤雾很漂亮 唯一的缺点 就是让人感觉到高不可攀 带着一种女王犯 有些冷漠 他手持高脚酒杯 竟对楚风示意 而后轻轻跟他碰杯 当金银剔透的透明酒杯 和和他那鲜红的唇畜 碰在一起时 冷冽中也显出妖娆气欲 不过 他没有在这里停留 微微打量楚风后 便又离开 镜子走向一个角落 放下酒杯 在那里正正出神 像是在回想着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 楚风一直都没有开口 未曾跟那冷艳的 黑裙女子说话 平静对待 但他心中却腾起骇浪 这竟然真的是不死凤王 他曾在梵蒂冈的圣耀园 见到过 当初那里发生惨案 九成九的王者都死掉了 只有几位正断六道枷锁的 绝世高手逃走 却也引来大追杀 比如来自蒙古的银月狼王 号称统一整片 北方大草原的无敌王者 结果还是 被习勒劫杀在路上 不死凤王逃走时 黑龙王曾经亲自去追杀 外界都以为他陨落 谁能想到他 竟然现身在东方境内 须知 当日 他在圣耀园中 被斗战圣术节的银色果实 炸成重伤 险些死掉 这样去迎战黑龙王 都能活下来 很蜜天 楚风看向远处的黑群女王 心有疑惑 目前的不死凤王 有些不太对劲 缺少当日的那种张扬与霸气 他正在走神 仿佛在回忆着什么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正断六道枷锁的绝世强者 不应该是这种状态 重伤未愈 楚风猜测 甚至 他还产生更深层次的联想 难道不死凤王 遭遇生死险情时 曾进行大涅槃 但蜕变时出了问题 这很有可能 这是传说中的种族 在神话中 可与神奇比肩 在生死关头 能沐浴不死 火焰再生 此时很多男士都露出一色 他们当中不少人 都已领教过黑群女子的冷艳 但他对所有搭讪者都不理睬 这些人看向楚风 发现这家伙老神在在 没有一点主动的意思 似乎没打算 去跟黑衣女王攀谈 旁边 有人冲楚风竖起大拇指 凑过来小声道 你实在高 兄弟有福气了 不过 你这欲擒故从 是不是玩过头了 楚风无语 那可是一头正断六道枷锁的秦王 有几人敢擒他 真要发脾气 一巴掌足以拍他这座大楼 危险至极 附近那些女子 看向楚风的眼神也变了 尤其是刚才曾跟他接触过的几个女人 露出一色 楚风不想被人盯着看 转身走向另一边 他不希望远处的其他人也发现这边的异常 全都对他注目 他换了一个地方 再次看到那个戴着白虎面具的高大男子 微微一正 因为发现他身旁的白衣女子略微眼熟 他侧耳倾听 险些笑出声来 那白衣出城的年轻女子正在教导高大男子 如何追女孩 怎么去大善 而且 他越听越熟悉 最后终于想起了什么 露出古怪之色 向那边凝视 这个女子戴着卡通面具 有点另类 青春而富有朝气 他一身白衣白裤 整齐而光滑的发丝 披散到景象那里 美丽的双瞳非常有神 很灵动 此时嘴角微翘 红唇背齿 给人非常甜美的感觉 但很快 他就气鼓鼓了 睁大眼睛 鼓着腮帮子 瞪着他的哥哥 觉得这位兄长鱼目脑袋 不开窍 根本就不会追女孩 楚风偷着乐 带着妹妹来相亲 当参谋用 这对兄妹 还真是有意思 他知道遇上谁了 小白虎如世约 当初 在太行山时 这个蓬勃而有朝气的女子 曾经误闯进楚家 结果被黄牛在背后偷袭 一提子敲晕 扔在她的床上 当时 她可不知道床上有人 整个人躺下去 结果温软满身 得罪了这位美少女 最后请她吃夜消赔罪 不过 那羊肉串过期了 临别时 楚风还好心地送她一盒药 显然 这个白衣白裤的甜美女子 事后被折腾坏了 在太行山白蛇领 看到楚风时 以她那么好的性格 都险些去捶她 同时 楚风也知道了 那头戴白虎面具的 高大男子的身份 肯定是 白虎 因为她早已知道 白虎为玉须功效力 但却一直没有见到过 而卢诗运 则是白虎的妹妹 哥 我在为你出谋划策呢 你到底听到没有 卢诗运气鼓鼓 她发现自己这位哥哥 老是走神 行了 你说的那些太肉麻 我自己去 对了 你自己 要是看上众议的人 就多接触下 回头我帮你把关 白虎走了 称得上落荒而逃 像个亲而已 还带着妹妹一起来 帮她出各种主意 也实在够丢人的 白虎有点心虚 还好没有熟人在这里 不然的话 以后怎么抬得起头来 她稍微一侧头 正好看到楚风 发现在对她笑 似乎全程看到了 刚才的经过 她脸上顿时发烧 挂不住了 她大步走来 气场很强 也不说话 只是瞪着楚风 以示警告 楚风无语 她很想说 兄弟 咱是自己人 白虎觉得 已经震住这小子 因为都没见他敢吭声 很满意 便镜子走了 去找合适的相亲目标 这边 卢士运见她搁走了 微笑着冲楚风招手 笑容甜美灿烂 青春而靓丽 楚风心虚 难道被认出了 真是见鬼了 她刚才还在嘲笑白虎 结果现在 自己被熟人发现 也太糗了 她抱着侥幸心理 认为戴着面具 能蒙混过关 结果 她还没有走到近前 就发现卢士运 已经笑得大眼弯弯 鲜红唇角翘啊翘 开心得不得了 楚风知道 卢士运早就认出她 而且自认为 拿捏到了她的小辫子 她很镇定 走过去后一脸正色 抢先开口 道 真没有想到你 居然跑这里来相亲 这要是传出去 一定会很有趣 卢士运瞪大美眸 觉得这家伙太不要脸了 明明是她自己 来相亲好不好 而且 以她的耳力 肯定早已听到 自己是陪着哥哥过来的 这是典型的心虚 而导致的恶人心发难 楚魔王你少威胁我 你知道我根本就不是 来相亲的 而且 就算你向我身上泼脏水 又如何 谁认识我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大喊一声 说楚魔王在此 各位靓女 速速来相亲为官 卢士运带着开心的笑容 在那里反过来威胁 小声点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故有重逢 我这是为了表达 轻劲在打趣 你一点也不懂幽默 且 是你自己心虚 恶人先告状而已 卢士运给了她一个 大大的白眼 别让 我们可是老朋友了 这么久没见面得好好聊一聊 楚风笑着说道 卢士运偏头看着她 神色不善 想到当初的经历 就是以她这种公认的好脾气 现在也想揍她一顿 听说你屠龙了 有没有带回来一只龙角 小白虎疑似在敲诈勒索 这让楚风无言 随后 他想到在太行山时 卢士运曾救过她一次 拉着她飞起 避过白蛇的惊世一击 顿时甘愿 被勒索一次 她笑着从手上取下一串珠子 神秘兮兮的凑近 小声告诉道 龙角打磨成的手串 天神生物 菩提精英那些贵妇 想拿几栋楼来换 都一串难求 送你了 能养颜美容 青春永驻 效果奇佳 远处 白虎回头 正好看到这一幕 一张脸顿时黑了 她刚才威胁过的那家伙 转头就跑她妹妹那里去了 不仅死皮赖脸凑上前去而语 还拿出一串破珠子 要给她妹妹带上 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小子一定是在报复 所以跑去勾搭她妹妹 白虎黑着脸 大步走了过来 卢诗运很开心 直接抢过去龙角手串 戴在自己白皙的手腕上 相当的高兴 这东西想买都买不到 目前世上就两头龙 都被涂掉了 敲诈勒索成功 小白虎笑容灿烂 但是抬头时 正好看到她哥哥在运气呢 哥 她轻唤了一声 虎哥 楚风也跟着叫了一声 表示礼貌 结果 白虎瞪大眼睛 觉得这小子太可怕了 这才认识她妹妹多长时间 就已经从她妹妹那里知道 她的身份 这绝对是个花心大萝卜 而且还是高手中的老手 必须一巴掌拍飞 不然的话她妹妹危险了 我警告你 敢打我妹妹的注意 我将你拍成八半 白虎威胁道 楚风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 带着笑容 没有任何反驳 站在那里安静地听着她警告 恫吓 卢诗运则休脑 交道 你赶紧给我去相信 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什么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这小子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看你十眼睛都在发光 我早就注意到了 别拦我 我得把她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去跟她谈谈人生理想 白虎说道 卢诗运无语 真要是拉走楚魔王 还不知道是谁找谁 谈人生理想呢 她可不想让楚风在旁看笑话 直接捶她哥哥并威胁道 赶紧去相亲 回头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不然的话 我现在就大喊 白虎在这里 白虎泪流满面 被她妹妹用小拳头给捶了一顿 更加觉得那小子可恨 手段高明的下人 推不是东西 那边好像发生了很有趣的事 过去看一看 黑熊王的孙子 雄昆榜大腰圆 体格健壮 她居然也在这里 那个白衣白裤的少女 真的太出众了 但似乎为了一个男人 将另一个男人给赶跑了 我们去瞧一瞧 胡生也带着笑意 眼睛狭长 一头淡金色的 长发披散在胸前与背后 看起来很是潇洒 他们一直留在顺天没走 对这里多姿多彩的生活相当满意 但凡有新奇的事物 必然要去接触 正是因为听到这次的相亲 会很特别 而且都是高质量的 钻石王老五与美女 所以也来凑热闹 美女 认识一下 我叫熊坤 熊坤自报姓名 对卢诗运一顿恭维 赞美 说她长得漂亮 你大爷的 楚风侧着身子 以手斧额头 不看他们 居然碰上这几个货 这几张大嘴巴 要是满世界 去嚷嚷看到楚魔王来相亲 到时候 她都要丢脸到异类中去了 如果是在别处 她绝对要一脚一个的踢飞 但在这里 楚风硬是没发作 不以正脸对着他们 也幸亏还戴着面具 并且 她早已收敛所有奇迹 胡生的嘴巴更甜 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 在旁边跟卢诗运打招呼 颇为风趣 满面的笑容 相谈片刻间 熊坤就已经开始直接吹牛 哦 我们都是艺人 你可能没听说过我们 但我有个好兄弟叫楚风 你应该听到过他的名字吧 那是我爹 旁边的角落里 楚风无语 依旧装死 咦 那边有人在提楚风 说是他们的兄弟 夏千语正好走来 听到他们的谈话 顿时颇为惊讶 道 不会这么倒霉吧 又碰到了楚魔王 打死我也不相信这要求 过去看一看 谁在吹牛 他拉着江洛神 快速走来 第0207章 女友 卢诗运一身洁白衣裤 干净而利落 原本她就长相非常甜美 而又朝气蓬勃 现在听到熊坤在那里大言不惭 清澈的眼睛顿时睁得很大 而后又笑成弯跃状 红润的唇角微微扬起 带着俏皮之色 熊坤眼睛都直了 他自己五大三粗 但却偏偏喜欢这种白衣出尘 而又青春活泼灵动的少女 不喜欢一类中的女强者 改天我带你去见楚魔王 到时候你就相信了 他虽然在外面名气很大 但在我面前也只是小弟 熊坤的牛皮吹大了 有点收不住嘴 主要是觉得这白衣女子太扬眼 一拼一笑都这么动人 符合心意 让他魂不守舍 口气越来越大 胡声等人心虚 万一传到楚魔王的耳朵里怎么办 但是 还好 那个魔王应该不会来这种场合 吹牛 夏千宇拉着江洛神走来 站在不远处撇嘴 他对楚风不说 全部了解也差不多 因为彼此间发生过很多事 熊坤一听就不干了 回头观看 露出惊讶之色 因为来了一位 看起来非常清纯的年轻女子 妹妹 我可没骗人 不幸的话 改天你和我一起 去见楚魔王 熊坤说道 同时他觉得这女人有点眼熟 事实上 他们以前曾见过 当然 那次他太倒霉 与一群异类 被楚风同时镇压 如同磕头虫般 瘫软在地 由于被压制 他很难抬头看得仔细 所以对夏千宇 也只是匆匆一瞥 现在根本就没有认出 尤其是今日夏千宇 带了蓝色美瞳 眼睛格外大 并发出蓝宝石般的光芒 很是妖艺 熊坤怎么也没认出 夏千宇此时很单纯 压根就没往一群异类身上联想 就没有怀疑过 这种相亲场合 怎么可能有异类 行啊 改天我跟你去 夏千宇笑得很灿烂 他觉得 改天喊楚魔王出来 让他去跟这些人约会 肯定非常有意思 好 就这么说定了 熊坤哈哈大笑 并从那边大步走过来 要跟夏千宇交换通讯号 留着以后联系 旁边 江洛神寒毛倒数 他的闺蜜没有认出熊坤 他可不一样 第一时间就发现端倪 迅速认出 这是几个戴着面具的异类 他不仅有青橙容颜 心思也十分缜密 一向聪明 称得上过目不忘 此时江女神一阵头大 非常心虚 他偏过头 并且改变站姿 简直像是一头鸵鸟 都快一头砸到地上了 让自己不再那么优雅 故意丑化 至于正脸 自然不可能再看向熊坤那边 真是倒霉 江洛神心中嘀咕 这群异类 如果认出他 然后去乱说 那真是糟糕极了 江洛神在找他的小姨 发现早就没影了 接着 他发现一个熟人 觉得更为不幸 他认识卢诗运 两人可不是第一次相见 在太行山大战白蛇时 还曾交谈过 我们走吧 他对夏千鱼小声而语 越发觉得 这地方没法待了 还好 目前距离那群异类 还有卢诗运 还有段距离 只有熊坤自己凑过来 其他人可能还没有发现他 很快 胡生静也走来 一头淡金色掌发扬起 细长的眼睛灿灿 优雅地对夏千鱼 试了个西方礼 宫卫道 小姐 你今晚真漂亮 把天上的那轮明月 都比下去了 是吗 夏千鱼顿时开心 有点眼熟 胡生到了镜前 微微一正 他当日也被压制地 瘫软在地上 抬不起头来 所以 依旧没能第一时间发现 这是有过一面之缘的女人 江洛神十分紧张 想要离开 因为他知道 胡生可比熊坤可聪明多了 多半会认出他 现在 他后悔来这里了 怎么随便转一圈 这也实在太不幸运了 他可不想上明日的新闻头条 两位美丽的小姐 这边请 有些朋友 可以介绍给你们认识 胡生风度翩翩 邀请夏千鱼 还有江洛神过去 好啊 夏千鱼愉快地答应 因为还想过去 听他们吹牛呢 他觉得这群骗子很有意思 不了 我们还是走吧 江洛神掐下千鱼 别闹 夏千鱼笑着 拨开他的手 并拉着他 向前走去 江洛神发呆 谁闹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 这么曝光的话会死得很惨 他决定动用一人的力量 带走下千鱼 然而 一双明眸盯上他 卢诗运望来 先是恶然 而后嘴角 让起灿烂的笑容 笑嘻嘻 快步而来 抱住他的一条手臂 极其热情地对他进行邀请 江洛神掐卢诗运的小蛮腰 道 放手 回头我送你一颗龙骨珠子 你在说什么 我没听懂 卢诗运笑语盈盈 两颗 真的不能再多 我也只是 托人花费巨大代价 才从昆仑那边得到几颗而已 江洛神小声道 并且又在他柔软的腰之上掐了一把 卢诗运大眼瞟向他 毫不客气 也在江洛神 盈盈一窝地吸腰上捏了一把 以眼白回应 并小声道 除非是一整条龙骨手串 没有 江洛神拒绝 我不管 卢诗运敲诈勒索 江洛神反击 道 小白虎别以为我收拾不了你 你在捣乱 回头我就去请一群记者 告诉他们你 喜欢女人 你是知道的 我掌握的媒体资源很庞大 把你身边的大眼单纯没嫁给我哥 如诗运讨价还价 不可能 婚姻恋爱自由 你在捣乱 明天全城的人都知道 你恋兄恋父恋女 你在乱说 对 我就是乱说 这是什么事啊 楚风接着装死 两个姑娘在那里暗战 彼此敲诈勒索 以精神波动交流 但她是王级强者 完全能洞悉 这位小姐 我看着你有些眼熟 就在这时 胡声产生怀疑 看向姜洛神 哪怕此时她偏着头不看她 还是被察觉 因为 这头男狐狸 一向很聪明 她感觉到异常 哎 你别说 还真是有点眼熟 很像我小弟的女人 雄坤大咧咧 直接这么说道 你小弟是谁 卢诗运笑得很甜 晃得雄坤都快醉了 张嘴就说 楚风啊 姜洛神眼中 发出灿灿光束 如同利剑般 瞪向卢诗玉 夏千鱼也试试开口 道 不要乱说话 我这位好姐妹 怎么可能 跟那倒霉催的楚魔王 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说她像而已 跟我小弟的女人 有八分神识的特质 那女人叫江洛神 咦 我怎么越看越像 都快神似九分了 雄坤的神经太粗大 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 还在惊讶 道 真像 这可能是种族天性 黑熊一脉 就是这么的粗线条 同时主要也是因为 她不认为 堂堂国民女神 姜洛神 会跑到这里来相亲 旁边 胡声擦冷汗 到现在 她已经百分之百的确定 这女人应该就是姜洛神 你再乱说话 别怪我们不客气 夏千语威胁 嘿 还不让人说了 我告诉你 我小弟的女友姜洛神 名气可比你们大多了 别不高兴 雄坤还不知死活地争辩呢 哈哈 卢诗运笑得不停 姜洛神银白的额头 早已爬满黑线 她一刻也不想待下去了 想立刻就走 但是 卢诗运牢牢地抱着 她的一条手臂不肯松开 看起来相当的亲密 不远处 楚风坐在那里 用后脑勺对着她们 感觉真是见鬼了 遇上一个二伙黑熊精 又碰上姜洛神与小白虎 这 太乱了 不要乱说话 胡声阻止雄坤 她可真是吓得不轻 因为 她还真担心姜洛神 去找楚风告状 因为 在她的印象中 这个国民女神 的确跟楚风关系暧昧 为什么 熊坤不解 江女神跟楚风 没有什么关系 即便有 她们也只是 朋友 胡声一边擦冷汗 一边组织语言 不想得罪姜洛神 熊坤争辩 不对啊 老胡 是你自己推测的 说姜洛神跟楚魔王 不清不楚的 肯定是情人关系 这一刻 姜洛神眼睛都快喷火了 这是当着 她本人面说的 被地理这群家伙 还不知道会说些什么呢 至于胡声脸都绿了 一把拉住熊坤道 赶紧闭嘴 凭啥 熊坤不服 那就是姜洛神 胡声小声告知 啊 熊坤傻眼 此时 姜洛神杀气腾腾 道 我警告你们 今天这里的事 谁都不许说出去 并且 我重申一遍 我跟楚风没有什么关系 你们再敢背后非议 别怪我不客气 胡声赶忙点头 表示知道 熊坤见风使得的本事不错 直接改口 义正言辞 道 没错 江女神高高在上 楚风那小子怎么配得上 他跟你一毛钱 关系都没有 楚风依旧在远处装死 但是 心里已经将熊坤狂揍180遍 卢诗运的笑容甜的逆人 大眼使劲嫖阿嫖 看向角落那里的楚风 熊坤觉得面子挂不住 对卢诗运道 刚才都是各种误会 不过 楚风那小子 真是我小弟 到现在 他还嘴硬呢 你觉得熊坤说得怎么样 卢诗运问江洛神 此时 江洛神敏锐地感觉到 情况不对劲 道 你又想怎样 他很警惕 喂 别装死了 卢诗运迈着轻盈的脚步 直接走过去 拍了拍以后脑勺对着众人的 楚风的肩头 这家伙看着也有点眼熟啊 熊坤说道 胡声刚恢复正常的脸色 则又直接绿了 他在心中狂呼 你二舅的 怎么会是他 到了八辈子险眉 第零二零八章 拐走一个女王 胡声瞳孔收缩 头皮发麻 发丝根部炸立 一头原本很柔顺的淡金色长发 彻底蓬松 他忍不住想逃走 可是 当想到这位的本领 他彻底熄灭念头 至于熊坤都快哭了 因为谁都他没有他说的过分 刚才可拙劲地吹牛 一而再地说楚风是他的小弟 现在郑主就在眼前 正转过身来看他 熊坤全身的寒毛嗖嗖倒数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整个人都僵在那里 猪 魔王 不 楚神 熊坤露出鼻哭还难看的笑容 结结巴巴 对着前方那道年轻的身影 小声喊道 怎么会这么惨 熊坤在心中狂吼 为什么每次都能遇到这个家伙 他很想诅咒 也太倒霉了吧 我刚才好像听到 你在说我是你小弟 楚风双眼清亮 看着熊坤 哪怕有面具遮挡 但几位熟人 也一眼认出就是他 熊坤此时很想哭 前两天他爷爷黑熊王 还特意嘱咐过他 不要惹事 楚魔王从昆仑回来了 管好他这张大嘴巴 不要坑爹坑爷爷 结果 这才过去两天 他就犯事 惹上楚魔王 他欲哭无泪 楚神 我错了 熊坤都带哭腔了 不远处 夏千语目瞪口呆 不久之前 他还在打句说 这次应该不会 那么倒霉地遇上楚魔王 结果现在 又撞上了 他都有点无言了 怎么会这样巧 感觉太离谱 江洛神同样目瞪口呆 红唇微张 露出洁白牙齿 睁大美眸 觉得难以置信 见鬼了 他在那里小声咕弄 怎么走到哪里 都能遇上这个家伙 他实在是有些发晕 尤其是想到 刚才熊坤的那些话 他有些抓狂的感觉 胡声 熊坤那些异类 没少在背后编排他 在这里很离谱地 当着他的面说出也就罢了 谁能想到 楚风也在 而且居然在那边装死 一声不吭地全部听完 江洛神如同凝枝般的肌肤 震清震白 觉得太丢人了 尤其是想到 楚风在那边背对着他们 粘不出溜地装傻充愣 他就更有气了 纯粹是躲着看他笑话是吧 江洛神瞪向楚风 这家伙太可耻 推坏了 然而 这时他的好闺蜜下千语 却对他露出怀疑之色 因为觉得 未免太巧合了 小声咕弄道 洛神 你跟他该不会是约好 在这里相见吧 江洛神闻言 先是恶然 而后期的脸色一片飞红 直接掐他腰上的软肉 这个姐妹居然在怀疑他 很快 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绝对是被族人给卖了 他的那位小姨 今天明显不正常 非要带他来这里 肯定是菩提基因得到消息 知道楚魔王要来这里相亲 最近 菩提基因对楚风格外关注 想拉拢他 甚至他那位叔叔还曾试探 问他和楚风 是否真如传闻中那般 当想到这些 江洛神咬牙 背驰闪动金银光泽 道 楚魔王 你真够可以的 居然跑这里来相亲 他实在被气到了 觉得都怪这家伙乱折腾 导致菩提基因内的族人 胡乱算计他 多新鲜啊 你自己都跑来相亲 还好意思说我 还是国民女神呢 居然在这里烈焰 我一大好青年 正常来相亲怎么了 楚风这张嘴 有时候真的很欠 跟熊坤的大嘴巴 有的一拼 不同的是他有实力有底气 江洛神被气得不轻 遇上这家伙 就没有心平气和过 每次都感觉特别倒霉 摔神 最后 他吐出这两个字 这是他最直观的感受 因为跟楚风相遇后 就没有顺心如意过 卢世韵在一旁甜笑 显然在幸灾乐祸 但结果直接遭遇 江洛神毁灭性打击 小白虎 听说你很贪吃 在太行山时 被人诱骗吃几串 不甘不尽的羊肉串 结果 卢世韵甜美的笑容 顿时将在脸上 盯着江洛神 最后又向楚风 投过去杀人般的目光 那件事太糗了 不远处 雄坤 胡生几人正在倒退 想要悄悄溜走 站住 楚风神色不善 盯着他们 双目神光战战 谁让你们走了 当听到楚风 略有冷意的话语 几人顿时惊悚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楚魔王 此前他们太得意忘形了 就是江洛神 卢世韵也心头一震 略微释放出 王级能量波动的楚风 无形中有一种恐怖的威严 直到此时 他们才想到 这可不是昔日的楚风 而今是一位真正的超级王者 让他们都不禁忌惮 而夏千语更是心虚 早先他 可以跟楚风对着来 但现在想到 这位可是参与过西征 屠过龙 甚至叫停神城覆灭 都与他有关 他自然面色发僵 你爷爷说 让我关照你 我看 还是考了算了 楚风盯着雄坤说道 这头体型健壮 身材高大的黑熊精盾石 几倍发寒 从头梁到脚 身体都要颤抖了 胡生几人也不例外 因为 他们想到了这位的形式风格 最喜欢对王级生物煎炒烹炸 都在传那个振动 东西方的美式排行榜 就是他整出来的 楚神 饶命啊 我再也不敢了 我爷爷说了 你是他的结拜兄弟 论起辈分来 你可是我的长辈 熊坤嗖的一声冲了过来 一把鼻涕一把泪 头都要垂到地上去了 给楚风行大理赔罪 因为他真被吓坏了 据他了解 楚风对熊掌有偏好 格外喜欢 在耶路撒冷时 这位可是生生 考了一头白熊王 亲征了熊掌 曾在美式排行榜 给予极高的评价 赞不绝口 胡生几人 也被楚风的 王级能量震慑的 双骨战战 险些一屁股坐在地上 全都脸色发白 瑟瑟发抖 看到熊坤 几乎要瘫软在地上 楚风摆了摆手 道 算了 他只是吓唬下 这个家伙而已 毕竟跟黑熊王交情不错 怎么可能真的 考了他的孙子 他做不出来那种事 当他收敛那少许的 王级气急后 在场的所有人 都长出一口气 刚才感觉太压抑了 就是江洛神也有所感 暗自轻叹 这家伙一旦严肃起来 还真是有种压迫感 比菩提基因中的 世家门徒 似乎还要厉害 他知道 楚风已然崛起 让各大势力 都格外看重 不敢对他怠慢 多方都在想方设法 接近于拉拢他 就在这时 远处一道美丽的身影走来 一袭黑色长裙 身段极高 绣发飘舞 眼眸中神光战战 虽然戴着面具 宛若一个女王登场 楚风心头一领 他知道 多半是刚才自己 散发出一旅王级能量导致的 引起这个状态 不对劲的绝世高手的注意 不死凤王走来 婀娜挺秀 俯视周围的人 楚风则什么话 也没有说 直接转身 向一边走去 咦 这家伙还挺有女人缘 夏千宇惊讶 因为 连他都发觉了 那黑群女王 冲着楚风而去 江洛神与卢诗运也都吃惊 那女人什么身份 既让楚风有些忌惮 人生几人都如释重负 那个魔王不再进前 他们都觉得轻松不守 有心要离开 但又不敢 咦 小白狐你手腕上 这条晶莹剔透的手串 是龙脚打磨成的 江洛神惊讶 双目发出炽热的光芒 一把抓起卢诗运白皙的手 想要去仔细观察 别动 这是我的 卢诗运避开他 你怎么会有 江洛神露出一色 他的确很眼热 这世间总共就有两头龙 结果都被昆仑的人给杀了 别说龙脊脚 就是龙骨打磨成的手串 都一串难求 他费了很大的力气 也才得到一条而已 但却不是精华部位的额骨 说起来 也只有额骨还有龙脚 才蕴含着浓郁的神秘能量 可以让人青春涌住 因为 龙族在神话中 可以跟神比肩 将他们最关键的部位 打磨成手串 自然拥有超越凡人想象的功效 现在江洛神发现 小白狐有龙族身上 真正精华部位 打磨成的手串 十分眼热 很快他就猜到露出异样之色 道 楚风送你的 没有想到他对你这么好 该不会是他在追你吧 或者你沦陷了 卢诗运相当淡定 不吃他的激将法 而且还故意养着下巴 一身白衣如雪 高傲得像之天鹅 道 本宫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别人主动送的 不像某人手里 只有几颗破骨头珠子 说吧 他养着银白的下巴 潇洒帅气地离去 江洛神望着他的背影 一阵纠结 真想去洗劫小白虎 你是谁 我为什么对你这样出现 不死凤王 站在楚风镜前 直接询问 他会说东方的语言 这是他今晚第一次说话 声音很好听 一会儿 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聊一聊 楚风开口 在他看来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绝世强者 很有可能已丢失部分记忆 不能在这里刺激他 需要到无人之地详谈 好 不死凤王道也干脆 点头过后 又镜子走向不远处 就在这时 相亲会的互动环节到了 让楚风惊讶的是 每一次分组时 他都与江洛神在一起 进行各种互动 江洛神明白了 这是菩提精英的手笔 他今天果然是被族人给卖了 来这里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他又是气闹 又是浑身不自在 因为他的好姐妹夏千语 在不远处露出异样之色看着他们 他不用想也知道 好闺蜜的小脑袋瓜子里 估计在猜测 他可能真的跟楚风纠缠不清 关系暧昧与复杂 楚风 你被逼相亲而来世吧 我想 是你父母的意愿 强加在你的身上 因为不久前 你被外界传言死去 着实吓住了他们 两人迫切希望你能早点成亲 江洛神很聪明 直接猜出楚风来这里的原因 你想说什么 楚风促眉 事实上 两人应该在互动环节中 但现在却没有进行所谓的游戏互动 而是在悄然私语 很简单 我们合作 帮你渡过难关 江洛神展颜一笑 让百花都要失色 红唇妩媚 大眼灵动 带着诱惑 你会这么好心 楚风诧异 有些不相信 而后露出一色 道 你该不会真想给我做媳妇吧 什么做媳妇 难听死了 江洛神想捶他 他想了想 道 你送我一条龙脚手串 一条龙鹅骨手串 我帮你渡过难关 身为女人 对于可以与神骨比肩 能保持青春常驻的龙骨饰品 哪怕是江女神也不能免俗 无比喜欢 想要得到 按照他所说 他可以去摆平楚风的父母 你跟我回家 楚风露出古怪的神色 你少打坏主意 我会想出更有效的办法 江洛神说道 楚风稍微私存 就渐渐摸清 他的狡猾打算 他这样做 一是为了应付菩提基因 二是让其他大势力产生错觉 以为楚风已经被菩提基因拉拢 三顺变得一些龙脚饰品 指望他已身似虎 那是不可能的 你觉得我像是一只傻虎吗 楚风邪腻他 也不等他多说什么 转身就走 可以商量吗 江洛神说道 接下来 楚风跟雄昆 胡声坐在一起 让他们颇为紧张 但时间一长 他们也渐渐放松了 楚风从他们嘴里了解到一些事 就在今日傍晚时 东方又有一些名山有了主人 被攻打下来 这让他心中一动 天地又将巨变 与其跑去昆仑山 同那么多王者共同分机缘 还不如尝试自己 打下一座富有盛名的神山 但是 他知道 那些地方有古怪 不然的话 早就被人攻克了 拉上不死凤王 一起去攻山 成为一座神山之主 他在琢磨 他一阵出神 结果时间过得很快 相亲会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时 江洛神又到来 跟他商量合作事宜 楚风直接摇头拒绝 走吧 不死凤王来了 他摘下面具 扔在地上 看着楚风 催促他离去 想要一谈 这引发人们惊呼 按照相亲会的规则 除非特别有感觉 一见钟情 一般是不会摘下面具的 黑群女王居然 主动掀开面具 那男人是谁 很快 人们的议论声又变低了 因为不死凤王的真容 的确漂亮得过分 让许多人都觉得惊艳 正正地看着他的无暇滋容 楚风起身 跟不死凤王 一起向外走去 江洛神发呆 那黑群女人是谁 气场太强大了 让他都有阵阵压迫感 那神秘女人不仅异常冷艳 而且像是一个 王级强者 洛神 我怎么觉得 那女人半怒结了你的胡 夏千语凑过来 神秘兮兮地说道 说什么呢 江洛神掐他腰支 外面 楚风的母亲王静 早就等候多时了 见到自己的儿子 领着一位美丽到极致的 黑群女子走出 顿时惊讶 这个臭小子 还真行啊 他高兴得何不拢嘴